又快到了万众期待的暑假了,最高兴的,莫过于提将放假的学生党了,每次到假期都会有许多的学生带上自己的男朋友或女朋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而旅游前,大家都会做攻略,甚至去讨教些旅游技巧,然而,只要带着这些星座的朋友,你可以少点担心,比如你可以拜托他们来给你拍照,比如不用你提出,他们就把旅游攻略做好了,告诉你哪个角度才最美的星座 储女座爱美,是储女座不会放弃的事情,这辈子都不可能放弃的事情,在关于美帝事情上,储女座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如果储们带上一个储女座,那么你放心,没有拍出好看的照片,储女座都不会放过你的, 储女座不是胡乱扯东西就说美,他们对待眼前的对象,是抱着十二分认真的心态,不需要你提示,他们早就开始研究你最美的角度是什么了,虽然他们可能边拍边嫌弃你丑丑的样子, 但是请放心他们拍出来的照片,绝对是超级有质量的,不会让你浪费一分钱金牛座,不要去责备金牛座哦,勤俭持家是他们的特质,更是他们的优点,虽然想要完美的旅游,但现实中只能很拮据,那么请金牛座作伴,绝对是绝佳的选择,谁想要有一个性价比高的旅游计划,而金牛座相当擅长进行旅游评估, 金牛座在旅游前会很认真的去查询别人的邮寄和攻略,为的是花最少的钱玩得最开心,你以为很繁琐的工作,在金牛座面前是一件很享受的事,面对金牛座,你可以毫无顾虑地说出自己的禁忌,金牛座会尽量满足你,和金牛座一起旅行,完全不用担心被别人坑,和他们出门,不用担心旅游无聊双子座,怕旅游中无聊吗? 别怕,带上双子座,保证你的旅途不会无聊,双子座绝对是最怕无聊的星座,没有之一,他们在出发前一定准备好消遣的工具,比如排,小零食,手机视频等等,什么你都不想做,那么你放心双子座,是个十分爱聊天的星座, 在旅途的路上,除非你睡觉他们不会打扰你之外,其他时候只要你愿意说,双子座可以陪你聊到天荒地老,旅游,需要合适的地点,更需要合适的人,挑一个合适的人作为陪伴者,一定能给你的旅游加许多分 感谢观看